今天很开箱,我是Justin Lian 今天我们未来那个演讲 我们很荣幸请到国新宇航科技股份友善公司的CEO 首席执行官王磊博士来到给我们一个演讲 王磊博士是拥有20多年的卫星数据处理和应用的经验 他主持起草了五项国家标准主持 还有呢,他也是中国科学院摇梗应用研究所的博士 请王总开始之前呢,我可能稍微介绍一下国新宇航公司 国新宇航是一家AI卫星互联网科技公司 于2018年5月份开始 他们在短短五年之间成就多过世界第一 包括顺利完成了12次太空任务 发射了16颗AI卫星 包括全球首颗AI卫星 西川上首颗自主燃发的上用卫星 全球首颗以赛事命名的大运号卫星 全球首颗以古文明移之明明的三星堆号卫星 也有全球首颗再轨可思化 区块内卫星太安耗 我发现国新宇航是很多首次 是一个我们国家一个领先企业 今天呢,王博士跟我们分享的是 打造全球首个区块内卫星网络 预设区中心化心态基础预设 我们期待,欢迎王博士 感谢Justin 还有各位下午好 这个感谢Justin 刚才关于我们公司的一个介绍 确实这个在过去自从我们公司18年成立以来 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如何做创新 特别是回到今天有机会 受邀参加咱们今天论坛的 今天论坛是新太空经济 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说 也其实与我们公司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节奏 有很大的一个切合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新太空经济我理解 太空首先要新 而且与经济相结合 如何变成它实现它的经济价值 以及实现它自己产业内的经济闭环 我觉得恰恰是恰逢当日 恰逢当时现在可能站在这个行业角度来说 恰恰是实现它自身内部的一个 经济循环以及跨界破圈之后的更广泛的 产业价值的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起点 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天有机会来参与这次分享 我也很荣幸 谢谢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花一点点时间来向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公司在关于这个区块链卫星方面 我们的又其中的一项一个探索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在行业内的一个想法和构想 以及我们的现在已有的一些早期实践 那么今天我分享题目的是 打造全球首个区块链卫星网络 建设去中心化生态的技术设施 抱歉我用一下是这个 那么其实开始之前的话 我们经常说这个关于这个区块链 或者说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香港 香港关于web3.0 有很大的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蓝图 那么其中的话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个底层的技术工具之一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去中心化 这一点呢 对于未来这个整个互联网产业 或者是互联网经济 包括很多的包括金融科技很多领域 可能会产生非常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我相信是这样的 那么我其实也在准备这次分享之前 我也在昨天和我们同事也在聊这个事情 或许如果倒退15年前 我们如何看移动互联网 在那个之前 我们可能对移动互联网 对我们人社会经济的每个角落 对我们生活生活习惯 有怎样的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 其实我们觉得可能很多不敢想象 但是经过过去15年的时间发展 移动互联网发展至今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所有的每个角落 包括我们刚才用餐的时候 一个二维码的扫描 可能现在是习以为常的一个生活的很便 像自来水一样 像空气一样 觉得唾手可得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15年前 都是觉得一种很大的畅想 所以我觉得同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今天我们站在香港 来到这个时点上 来展望未来的web3.0的时候 或许未来有万千可能 等着我们去实现来探索 那么我们国庆宇航 我们在这一点上 我们应该去做哪些思考 在我们的能力半径之内 我们的资源禀赋之下 我们能做哪些一种常识性的一个工作 其实我们可能从web3.0 卫星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有一点我们的想法 和我们的一些经验 那么已有的互联网产生 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一个 迅速快速 快速自由的一个传递过程 打破信息壁垒 那么地面互联网 经过过去20多年的时间发展 也接近25年了 一个快速的发展 其实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同时由于它的发展过程当中 也会形成它的一个天花板 或者它的一些局部的瓶颈 有待改善 所以出现了web3.0 这种新的一个技术趋势 我是这么看的 它的出现 它的web3.0 出现的一个必然是 由于现在的一些问题 需要破圈 需要突破 需要解决 那么其中比如包括 审查基础 多层过滤 以及地面网络攻击 这样所有的事情 其实由不育而足 很有大量的案例 来佐证现在出现的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公司本身是一个航天公司 也就是叫 我们叫这个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新太空公司 我们自己本身公司的业务形态 和我们的技术路径 是设计卫星 制造卫星 运营卫星 以及应用卫星 那么卫星与之前互联网有什么 有怎样的关系呢 其实我后面会展开 但是在卫星侧 它有同样一个发展阶段 它有它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因为过去 不管是全球吧 不同的国家有很多创新团队 在他们的技术角度来说 在技术点上有很多的突破 但是其实它在 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说 可能群群逐鹿 三国混战的状态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早期行业 一定会经历过一个阶段 但是这迸发了很多新的想法 但是由于这种百花齐放的状态 其实也存在一个 一定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各自为战 这是任何一个产业的早期阶段 一定会经历过这个阶段 那么各自为战的时候 就出现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互融互通 以及共识 在技术层面 体系层面 服务层面 以及用户和长影层面 可能有很多东西 会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壁垒 和无法打通的过程 这也是在 我觉得在新太空时期 接下来的新太空经济发展阶段 这个现象也是要进行解决和突破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呢 相当也免着一个问题 但是基于这两点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现象本身怎么样 而是我们发现了问题 如何去解决这种现象 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 是需要去思考和解决的 那么这一点的话 我们提出了我们公司的 Ada Space 卫星链这个一个概念 我这里可能稍微这个 直接一点 那么把我们想做的事情 花一点点时间做个分享 那么就是Ada 我们提出了 基于首个基于天机区块链的 Ada Space 卫星链 卫星链它本身不是仅仅是一个链 而是我们基于卫星网络之下的 一种新型面向web 3.0 为代表的新型技术设施 这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定位 我们提供技术设施 技术设施之上 提供怎样的服务和怎样的信息交换 以及数据安全保障等 等等的会有大量的想象空间 技术设施很重要 那么我们为什么 所以说我们卫星链具备去中心化的组网能力呢 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分散的卫星节点 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和韧性 这与地面的传统的互联网的体系 有一定的差距和区别 那么从而在通信侧 在通信的保障技术设施这一侧 创造一个能够提供足够大量 有吸引力的底层技术设施服务 这一点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目标 那么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创造一个提供足够大量的 这个技术设施网络呢 实现几个小的目标 第一个卫星均可以通过星间取得共识 那么星地之间也是通过共识的方式呢 能够自由的加入和加入这种共识 另外的第三个呢 无需许可自由进出网络 那么去中心化实现最终的自主治理 其实这一点与web3.0的核心的 在这个核心的理念上 或者说它的这个目标方向是一样的 那么卫星因为本体是在轨道大概500到1000 甚至更高轨道进行部署 也在绕地运行着 那么实际上它本身的天然就具备 从卫星本体来说 它本身就天然具备着 去中心化的一个自然属性 这种基础属性不是由于web3.0出现了 才出现这个属性 在它早期在上世纪年 上世纪中期出现了 它就由于它自身的运行机制 科学原理就决定了它是天然赋予了这种 去中心化的这种属性 所以放到今时今日 我们将在web3.0为代表这种方式之下 我们在这个维度上 能够发挥利用甚至放大 它这种去中心化的属性 我们觉得是有这种可能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这个总的建设目标来说 通过实现空天隐私的网络构建 其实构建星间通讯 通过星间通讯星地通讯 那么形成独立于地面互联网的 卫星互联网的一个体系 这有很多的优势 刚才讲了 其实不管星间通讯星地通讯等等 有很多的方式 后面我会也会展开一下 基于这种基础设施之上 我们这种区块链 会有带来怎样的一种 新的一种技术上的一个改变 和万千可能 后面会展开一点 那么其中包括建设地面 去中心化的终端的直连手机 直连卫星这些手的 这里包括于我们现在能够熟悉的 手机为代表的终端 也包括可能面向2b2c的这种 新型的终端 但是在基础设施的构建过程当中 这些终端一定会不断的涌现 可能是我们现在 我相信 当靠我们公司自己团队的智慧 还不足以覆盖 万千百态的这种终端 但我相信 这个可能 及天下的所有智慧力量 一定会有更多的变化 这点我们是有信心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这里也就是花一点点时间 介绍我们公司 国庆银行 在过去几年做了一点工作 那么我们公司 是来自于内地 总部是在成都 那么在18年5月份成立的 那么从成立之初的话 我们就将打造全球领先的 AI卫星互联网 这项技术 作为我们公司 最大的一个宏愿 愿景 所以我们也规划了我们自己的新额工程 总的规划 有7200颗卫星 共同组建这个卫星 那么目前在内地的话 我们也获得了行业主管部门 关于我们卫星星座地面整个系统网络的一个服务的基础设施 获得了很 获得了官方的一个认可 也同时也获得支持 那么其实我们同时也在规划在香港太空卫星星链 有180个卫星 这个也是我们已经纳入我们公司自身发展计划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你扎斯丁 对我也要求我们来做一些分享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机会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非常棒 那么经过几年的时间发展呢 我们总部的话是在四川 那么我们在北京上海深圳都在过去的 在去年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区域布局 同时呢在六省八市都有我们的这种分支机构 形成我们的一个网络的 从技术网络覆盖到服务网络覆盖 那么已经形成国内这个比较广泛的一些覆盖范围了 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公司从最早的时候我们创始团队的时候只有五个人的阶段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国内一共也包括海外的同事 一共接近500人的一个员工规模 换句话说在过去最近20年到22年这三年 我们每年员工数量净增长100 100名员工数量 其实在不同行业在经历过这三年这个时期当中 人员数量保持净增长 本身我们也是付出了我们的努力的 那么经过这个五年多一点的时间 现在大概不到五年半的时间 从我们已经累计完成12次太空任务 16颗人工AI卫星及载荷的发射任务 而且我们之前的所有16次任务 全部100%圆满成功 那么在今年我们最近的一次发射呢 是在23年7月份 我们太阳号卫星后面有个宣传短片 那么这是我们在今年的年中完成的发射任务 那么在今年年剩余的时间里 接下来我们至少还有四颗卫星要进行发射 所以我们的任务后期排满 这个任务排的还是比较满的 那么我们也后续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机会 与香港的各界同仁们能够合作 在香港设计香港制造甚至香港运营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愿 那么前面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的总览 那么我们到底形成怎样的核心能力 我们主要核心能力包括卫星的研制能力 卫星研制说起来 还是有它的一个技术复杂度和一个技术门槛的 我坦白地讲 更多的我们包括我们坐在后排的几个同事 这都是从业超过20年以上的 这个卫星研制的经历 那么这些经验确实是很难复制的 那么第二呢就是数据的处理能力 卫星作为技术设施它本是设施之一 设施之上形成的数据如何去运用 这一点也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 第三个就是我们算法迭代能力 算法迭代体现在我们地面端的 面向数据的地面应用能力 也包括我们星上的处理能力 这几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在业内首提的这个概念 我首先进行了工程化实现 也确实取得了一些行业内的一个先河 那么这里稍微举几个点啊 时间原因我不过头展开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自研的星上 卫星AI载荷完成第六代 我们系统的一个迭代 那么它的这个AI载荷到底实现什么功能呢 实现星上的一个计算能力 也就是说卫星在轨道高度530公里高度 以每秒钟7.8公里到7.9公里飞行速度之下 数据是在同步进行即时计算的 形成数据即时计算 这一点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链条 这是我们在业内首提的 而那么目前来止了 经过我们的这个笔选和我们测试的话 在同等体量之下 我们的卫星的算力提升了1000倍 那么这一点是我们对于行业的一个贡献 第二呢 机动性 单星的话呢 以前是大概是 单颗卫星它是在固定轨道之下固定运行 那么通过我们的卫星设计呢 单星可以实现全球任意地点 每一天为单位 进行天回归重访 而且通过我们的机动性设计 在应急的条件下可以达到1到4天 全球任意位置进行一个重访 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极大的改变了 我们卫星在固定轨道上固定运行轨道上 持续的稳定运行这种状态 我们实现了更大的一个机动灵活性 那么一体化呢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设计呢 其实通过一体化卫星星座 我们现在已经在延了 那而且就在我们今年年内将会发射 我们首个将通讯和摇杆核2V的一颗卫星 那么后续这个卫星的星座 还在持续构建 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取得几个技术特点 另外一方面 由于我们12次任务 16颗任务 12次任务的话 16颗卫星级载荷呢 也拥有了航天的全工程管理经验 从发射端到运营端 以及优质的渠道保障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保障 确保我们后续的所有的任务 能够非常平滑顺利的达到我们的预期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卫星载轨部署 这一点还是一个很大浩大的一个工程复杂度的 那么回到我们这 我们这个星上的首颗的这个区块链载荷呢 是在今年的发射 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 我们想打造去中心化的天机这个基础设施 区块链的一个具体设施 那么这个卫星在今年7月份发射之后的话 在我们年内二三年年底之前 我们还将有三次的卫星搭载我们这样的载荷 也就是说到今年年底 2024年1月1号元旦之前 我们将会载轨实现四个节点的区块链载荷的部署 这些全部都依托我们自由卫星 那么明年的话呢 我们也将通过我们的努力呢 我们的在产线基本建成完成 而且开始投产的前提之下 希望能够达到200个区块链的载荷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愿意是保持一个非常全球开放的态度 那么我们的提供载荷 那么有不同的平台 空间站 卫星等等各种平台 我们的欢迎加入到我们整个服务体系当中 目的是尽快的实现整个网络的一个服务 一个大的一个体系的构建 那么因为我们愿景很浩大 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觉着有的时候更愿意开放的心态 以更多合作活动 共同来完成这样使命和愿景 那么到25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达到1000个区块链的载荷 那么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能播放一下 我们一个小短片 哦 抱歉 我不知道这里有个视频是否能 请我们同事帮播放一下 因为我为什么很珍视这个 因为可能不一定大家 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亲临卫星发射现场 所以我把这个发射现场的视频带到现场 与大家做一个分享 哦 那好吧 但是整个画面就静止的这一针是一个这样的 这种震撼和声音的效果 我希望在不远将来也借此机会 邀请大家有机会 共同参与我们的卫星官里 能够亲临现场看一看卫星的发射过程 感觉还是很震撼的 那么我们这个其实刚才说了 我们通过我们太空的手段 在新太空经济的大的一个背景和趋势之下 用我们自己的卫星星座网络作为基础设施 那么到底我们虽然提出了卫星区块链 到底对于区块链本身 我们有怎样的价值贡献和改变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大家贡献的 基础设施之上的卫星的这个区块链 到底相较于地面区块链有怎样的改变 所以今天在听了前面的这个专家分享之后 我也把我的材料稍微做了一点调整 那么我可能不一定严格的按照这个材料来走 第一就是说基于卫星互联网 利用卫星本体的它天然的去中心化这个属性 和全球运动的这种特性 它是不固定的 它是运动特性 那么通过区块链搭载到比如说 包括火箭的墨子机 卫星空间站 刚才我讲了比较开放平台 那么这样的话 能够实现天机的区块链通讯网络的一个建设 这点就是这种通讯网络和地面 已有的任何一种可见的通讯网络有巨大的区别 从它维度上本身就是一种区别 那么而且这里也需要有很多的气球轨位资源做保障 那我们公司其实已经储备了大量的 卫星的轨位和频率资源来支撑我们这件事情 那么第二抗空气抗攻击性 因为地面通讯网络从通讯协议来说 包括加解密方式来说 有很多比较成熟的方式 那么它其实与地面基础设施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深度绑定 相对因为这点是比较公开的 那么我们通过构建我们天际的卫星的网络基础设施 我们可以重构重新定义重新设计我们自己抗攻击的通讯网络协议 这一点的话对于数据安全保障 这个还是有一定很强的保障 因为它的这种私密性的保障需要以协议做支撑 而这种协议的定义一定来自于技术设施方 所以说我们作为技术设施的提供方能够有能力 当然我们也愿意在这个公开的情况 就是很开放的情况下来定义我们这个协议 来给大家共识 那么在分布式隐私的载荷这方面的话呢 我们去中心化存储 我们尾科卫星都是它的一个存储单元 而且这个存储单元在快速飞行过程当中 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在绕地快速飞行绕动飞行的 所以这个存储节点本身它的安全性和分布式 是非常强的一个属性 大大的区别于地面已有的各类IDC中心 所以呢 基于这种存储节点 我们隐私计算密钛存储 以及紧急的紧急条件下空天存储 才得以实现 那么这一点是极大的区别于地面 已有互联网情况下之下的各种的这种 区块链的一个技术体系 那么多链的这个基座载荷呢 可运行多链的切换 这里不仅是我们要独立的 基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 不仅服务于我们自己提出来一个卫星链 同时既有的供链 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之下 进行兼容性的一个部署和应用 这点我们是保持开放的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好的技术 一定要有一定的继承性才有发展 所以说我们就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对于继承这件事情 对于继承已有供链 公开的这种技术规范 我们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开放态度 和一个继承性的 那么物理的 物理的这个 通讯物理的隔离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卫星它与地面通讯 一定是通讯无线通讯 而且通讯过程中的所有的协议 前面讲的 这种安全性的协议 我们自己来定义的 那么这方面 也对我们提出了很强的一个保障 这一点 那么在去中一下自制过程上 包括这种PON POG和POL 这种方式的话 也对于在整个整个机制层面 会有我们更大的帮助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从分布式的加密存储 高价值人员使用 紧直空天的存储应用 以及密钛存储 还有很多技术特点 其实这些都是有别于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 其他的器官链的技术 当然我们并不是为了颠覆而颠覆 这里面有大量的继承性的工作 但是觉得 但是我们认为基于天机物联的 天机的这个通讯体制 和我们这个服务网络技术设施至上 那么这个区块链的体系 相较于已有的体系 有很多的技术性的一个区别 和一个差异化的有别 这么说 那么基于这个卫星链的优势 其实我今天也过早的 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正式白皮乎书 发布过程当中 会有更详尽的介绍 今天不占更多时间 那么这里至少有八大特点 是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的 那么高度的分布式 高度的可靠 增强的安全性 全球覆盖 快速认证 加密存储 可拓展性 以及安全性隐私保护 这里面应该是我们能够 基于这套技术设施 能够给到大家的一些 在链的层面 有更新的体验 和更新的保障 那么去中下鲁邦性的话 因为卫星其实规划很多 那么其实我们180颗卫星 我们就能取得一个 基本的一个核心功能 而这180颗卫星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自身发展的难度是 不是很难 所以这一点 我们还是很有细心的 当然了卫星越来越多 我相信它服务的 时效性和效率会更高 但是180颗卫星 做一个基础性的一个保障 我们是能够达到的 没有问题 那么包括卫星节点自由进出 前面其实也讲到了 也是一个我们 这套体系的一个亮点 那么载荷的容易性 我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这个分布式存储 高速缓存 性能优化等等 这些方面都是我们 通过我们这套体系 通过我们这套技术设施 能够对于链 区块链本身 web3.0 本身带来的一些改变 这里不再一个展开了 但是我们做了这件事情的话 一定有所 除了技术层面 一定未来应用层面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 或者说我们做了哪些 在应用层面的一些探索和实践 那么通过我们数据 通过我们这套技术 在地面已经开始取得了验证 有限的时间之下 我们比如说 在数据的传输层面 通过D&D的这种签名机制 包括数据传输过程 验证者角色的机制引入 以及链状存储方面 对于数据的溯源 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现在我们已经在地面应用端 因为毕竟只有半年多的时间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好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包括我们作为四川的企业 与当地的著名企业 我们也进行一个跨界的合作 今天早上赵老师站在这里讲 大航天产业一定要跨界和破圈 我觉得对于航天经济确实 跨界和破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和一个转换模式 所以我们与当地企业合作 我们的销量提升了20% 防伪溯源提升了品牌形象 那么也打通了品牌 与中端用户之间的直接联系 这一点对于这个行业 它相对来说 比较传统行业来说 给它们带来很大的改变 这一点就是觉得我们 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 通过卫星的手段 对他们的一种产业赋能 其实在这个点上已经得到了验证 但是时间有限 我们还不能说对很多行业 都能全面的来证明这些 但我们觉得这只是在时间 在积累上就可以来证明这些事情了 那么这个一体化制 我不再展开了 通过卫星的数量来积累 那么通过我们的努力 也希望能够带动 区块链卫星星座的一个大的一个生态 因为我们想的 不只是我们自己也做这些 在一个更大的生态之下 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的 这个更快的实现整个总体目标 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 通过全球首个卫星供链 发布供链 那么在太空数字生命 区块链电商营销 卫星链商品溯源 以及其他应用 还有很多的展开 我这里反复讲 其实以我们团体自由 人同事的这个智慧 不能够覆盖可能 我相信还有大量的场景 可是我们暂时还没法触达 或者没有去想的非常全面的 但是如果大家共同参与的话 那么基于我们共同的 共同的技术设施 一定能达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来到香港 那么吸引更多创业者 企业投资者 共同参与我们这套整个 从了基础设施层面 到整个生态体系层面 共同来共建 这套一个大的一个体系 我这里时间愿意 我稍微压缩一下 最后一个展望吧 那么我们核心一点 国际银行 在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之下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构建区块链的卫星星座 这一点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而且这个星座 作为基础设施是充分开放的 那么区块链载合的研制 是我们已经在做的 多端的搭载 包括发射计划 天地互联以及星建筑 还有大量的工作 我们要展开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目标 是全球唯一的区块链的标志项目 到现在的位置确实是这样 将新太空与经济 在这个点上实现了结合 我们确实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唯一的 那么却有领先区块链国际 创新科技平台等等一系列的 这一点我们也在不断的实践这个目标 那么另外随着人类的一个 今天上午 我觉得看到几个专家分享 其实讲到了升空 那么其实到底地球 是不是我们在宇宙探测 在宇宙探索过程当中 唯一的一个重点 其实我不是这样 我认为 我觉得还有大量的升空 还等着人类的足迹去设计 所以说我们整个区块链卫星 不仅涉及到近地卫星轨道 也绕地这一点 那么以后的话随着整个目标的放大 那么地域之间 探火层面 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 只要是有人类文明触达到个地方 宇宙的深度 一定有我们共同的声音和足迹 好 花一点时间向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多王 请请教一下 你刚才提到区块链 我看到区块链 可能那个是比较倾向那个distributed ledger 或者是blockchain 那一方面 因为如果你是blockchain的话 我恐怕你那个计算的能力 在每一万个点 这个计算能力的负荷比较重 那我想请教一下 你那个的model 是那个distributed ledger为主 还是blockchain 这样的 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 我也有什么一个小的 扎子音乐有什么一个小的请求 因为我代表是我们一个团队 虽然我是坐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代表我们团队 包括我们今天团队 我们很多的工作 其实是由我们的同事们 共同来完成的 所以我想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 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同事 姚慧 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么姚慧呢 也是我们的公司 在负责这个卫星链 这个方面的话 一个具体直接的负责同事 因为大家知道 他一定比我懂得更多 对 会后 那我们两个对接 好的好的 没问题 那回到您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关于算力问题 确实如果在地面互联网 这种体系架构之下 算力的需求度 包括消耗量 是确实非常大的 那么包括算力之上 包括能耗的消耗 也是一个负担性的一个问题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可能 但是我们认为 做一种趋势来说 在现阶段 我们单行的算力 通过我们的人工载荷 相较于以前提升了1000倍 但这1000倍是不是够 我们认为还远远不够 我们认为还远远不够 但是作为第一阶段的目标 任何一个事实物的发展 是从0到1再到10再到100 那么我们现在的卫星的这个算力 我们觉得在早期阶段 是能够满足有限场景之下 它的算力所需的 但是现在的算力 不一定能够满足未来的 充量的场景下所需 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首先我们要先迈出第一步 因为事实上证明 以我们的个人经验来说 以我们团队的经验来说 我们在18年成立的时候 我们卫星的单星制造成本 运营成本 包括算计算能力 相较于5年之后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 我们已经取到了非常大的进步 只是短短的5年的时间 那么从卫星成本来说 我们应该说已经压缩了三分之二强 也就是用三分之一弱的成本 就可以达到5年前的一个卫星研制 包括算力也取得了很大提升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是保持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的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 好 谢谢王主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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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